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邓公国小李新荣 台湾妇女展业协会的淡水关怀站 长期投入地方服务 去年他们也发起了爱心商店的活动 希望可以招募到愿意给这些 弱势单亲家庭折扣的各种店家 藉由社会各界的爱心 给他们最实质的帮助 景气不好,万物皆长也让若是家庭经济压力更加沉重 台湾妇女展业协会的淡水关怀站 在淡水深耕多年致力于单亲家庭的辅助 他们也发现了淡水的单亲家长大多是劳动阶级 而为了给他们更加实质的帮助 负载也发起了招募爱心商店的活动 愿意提供给我们在服务的家庭一个小小的折扣优惠 那我们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爱的行动呢 其实可以提供给这些家庭很实质的一个折扣上的优惠 那相对的我觉得对于社区来讲 他也可以在这社区当中去看到单亲家庭的需求 然后大家一起携手来辅助若是 那这个是这个方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只要愿意提供给若是的家庭购物优惠的折扣 就可以加入爱心店家 负载表示目前已经有40多家商店愿意加入 大部分集中在餐饮以及零售业 而今年他们希望能够招募到爱心诊所 提供弱势家庭挂号品的全面 那因为我们看到说对家庭来讲就是 真的是生病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前看医生 然后小病都忍成大病了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召集就是更多社区的力量 然后一起来响应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帮助负载一起在淡水地区去推展爱心商店 其实明年就是在诊所部分的招募 那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个行动 然后一起投入爱的行动 然后让这个很有人情味的淡水 真的可以变成一个充满爱的小镇 负载表示因为看到许多若是单亲家庭的家长 因为舍不得花钱 常常自己把小病忍成大病才去就医 因此今年也希望能够招募到更多的诊所 以及各种店家 希望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照亮弱势应该的角落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不到